U20女族 本场第40分钟,01年小将张林燕,在禁区内联国两人破门,中国队取得1比0领先。 在这次U20世界杯中,中国队和海地、德国以及明日利亚分在一组,虽然看到这几支球队的名字,大家会觉得中国队出现概率很大,但在U20女族这个层面,双方水平差距并不大。 海地女族虽然是第一次晋级U20女族世界杯,但是脚下技术和身体条件一点不差。 德国更是三阶式青赛冠军,中国队在前两战一胜一负,和明日利亚同击3分,但因进胜球劣势位置小组第三。 最后一战面对此前八届式青赛全部参赛的尼日利亚队,中国队不容有失,必须取胜才能获得出现资格。 开场阶段,中国队踢得有些紧,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,中国队控球能力强的优势展现出来。 先是沈梦与一脚报社大众衡量,金坤和赵鱼杰又是在左路连续突破获得传重机会,可希望林林的投球稍稍先驻球门。 第四十分钟,01年小将张林燕在禁区内连续过掉两名防守队员,然后冷静地推射左下角,球进,中国队取得一比零领先,重新把出现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,而张林燕则是完成了自我证明。 不少网友感慨这一球是梅西副,提,值得一提的是,张林燕的偶像是已经成为中国女梅西的王霜,我们也希望这位17岁小将能不断突破,在未来获得更多和更好的机会为国争光。